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并打开小铃铛后继续看 下次的内容会通过实时推送的小铃铛 当老罗叔叔的新视频一出 你就会收到相应的推送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各种免费资源的机会了 因为免费资源 时不我待 错过就错过了 好 本期是介绍半分钟配置免费16G内存 4核CPU的高速美国云桌面的 准备这五个方面 第一个谷歌账号 谷歌账号是肯定需要的 第二个需要一个ngrock的账号 干什么用呢 是需要获取ngrock的一个token 第三个是要下载并安装nomachine这个软件客户端 第四个是要配置主机 这一部分是比较复杂 其实也挺简单了 半分钟配置 所以就用罗叔提供的代码进行安装 期间要输入ngrock的token 最后是用nomachine的客户端来进行远程登录 就是1233步 具体的ngrock的token是怎么来 请看右上角之前的视频会有相应的介绍 这个老罗叔叔就不赘述了 第五个就要有耐心 这个很简单四个字稍安勿躁 这里有情提示一下 网络任何免费资源都有其时效性 使用上有其局限性 更不能保证如同收费资源的流畅性和舒适度 我们仅在此讨论技术上可行性 如果你不满意就可以购买收费资源 所以如果你不想错失任何最新接触免费资源的机会 那请订阅罗叔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随时推出视频 随时推送给您 你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掌握最新的资讯了 对本频道所有的视频 根据时效性会在视频下方创建一个置顶评论 用来及时更新内容发展变化情况 那也请大家及时关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 所有的更新都在置顶评论里面 大家有什么任何疑问提出的问题 罗叔都会在置顶评论里 给予最新的最统一的回答 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 打开一个Chrome浏览器 输入这个链接 叫回车 我们用我们的谷歌的邮箱来登录一下 好 输入密码 点击下一步 这里出来了 Cloud Share Edit 这里再进行预配 Cloud Share机器 稍等片刻 它会自动跳转 它是稍安物造 好 跳出来个Share 那我们给它变成管理员权限 好 管理员权限有了 那么好 粘贴镜 我们的链接 这里需要输入一个NGROCK的token 其实是金融GROCK网站就有了 好 我们注册好之后 把这个 奥森token给它粘贴进来 好 选择区域 我们选日本 打入JP 对 好 它开始在跑了 好 信息都已经出来了 IP地址 用户名密码 还有可以跑多长时间 好 我们现在打开 下载好了 no machine的客户端 新建一个 命名为demo 把IP地址 copy进去 复制粘贴 记得端口号要把它单独列出来 粘贴在pod后面 host的就是IP 好 这里点add 好 双击 出来的这个标志 这里看到 这个什么IP地址这些 点ok 好 用户名和密码 这里就是用户名就是user 全部小写 密码就是123456 比较简单 点ok 好 这里不管它点yes 点ok 点ok 再点ok 好 进来了 用我们的远存桌面 好 我们打开chrome 老三样 chrome老三样 点的快了一点 出了四个窗口 我们就拿最后一个窗口 这是粗始化的 age的设置 accept and get start 好 confirm 点一下 这一页好关掉了 好 这个微软的age 浏览器就出来了 我们先 试试看 分辨率不咋地 我们要调一下 Display里边 调到1280x800 稍微好一点 好的 先把分辨率调调好 看起来舒服一点 有点 变形 好 看一下伪装 90% Google Cloud 我们再测一下速 看一看 测速就是 fast.com 老三样 下载还行 快到两G了 两个G 下载是两个G 看一下上传是多少 等一下 show more info 好 upload 看看到底有多少 500 那就是下载两个G 上传500兆 两个G 500兆 好 基本上定型了 我们再来 看一下 这个 speed test 一般人测速 比较喜欢用 speed test 因为远程桌面 我们就在里边 能做很多事情了 让它速度够快 注册一些东西 这是美国的IP 看一下 what's my IP 美国的IP 老三样看好了 speed test 再test一下 看看怎么样 一般谷歌云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靠谱的 一路狂奔 这是 前面用fast的测试 两个G的下载 500兆的上传 让speedtest.com看看 还是有些差别的 根据他们所 测试的节点不同 稍微有些差别 但都够用了 一个G的下载够用 它是下载 一个G上传800兆 我们再看一下 把这关掉 看一下 这个速度也还是可以的 平时G用 用用这个远程桌面 申请一些东西 做一些操作 好过没有啊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备用方案 叫backup solution 这个事情就很好 我们再看一下油管 测一下4K 看一下速度 那肯定速度不会差 这个是肯定的 看一下这个速度 看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 测速4K还是跟显卡有关 这都是一些虚拟的一些显卡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卡顿的 但是这个速度已经挺好了 好 今天老罗叔叔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